老花做的啤酒嗨 溫柔做的刷好白 身為網球迷的我已經是第二次來到台北網球中心 大家看到這樣網球中心的建立對我自己來說是非常的激動跟期待 因為以前總是在小巨蛋然後台大體育館這樣子的場地上看網球比賽 那有一個網球中心之後就是會覺得蠻興奮 就會覺得好像跟世界接軌 當然規模不是那麼大 但至少我們跨出了第一步 那這次是大運的網球賽事 我們中華隊是派出了世界級的網球選手 那相信他們一定可以為我們奪下非常好的成績喔 包括男單女單男雙女雙混雙都是第一種子的身分出賽 希望可以染下所有的金牌 加油 中華隊加油 耶 我們現在在台北網球中心 然後剛剛誰贏了誰贏了 張凱真 耶 晉級到明天的那個八強賽 然後等一下要出來的是詹友然跟謝正普的搭檔 那這一個混雙組合絕對是畫質十足 然後大家就看一下他們在場上比賽兩個人的默契 然後溝通上面怎麼去調配 我們也看他們會不會場上沒有其他火爆直接打起來的畫面 所以當然應該是不可能 你要報告一下你們現實會有嗎 他應該不 他在比賽啊 他在比賽啊 對 所以期待等一下的比賽畫面 其實從上面往下面看外面的室外球場 就覺得整個風景其實蠻漂亮的 而且可以直接的呢 就是可以看到101喔 那看到這個網球場還是覺得特別的開心 而且呢網球中心非常棒的 就是他們的媒體室跟媒體休息的地方 工作室都非常的漂亮 就很新 所以在那邊工作起來的整個效率也是覺得很棒的 然後賽後騎車會他們也表示 今天的合作非常的順利 然後也期待接下來的比賽 那今天在南港展覽館舉行的是 極劍項目最後一天的賽事喔 然後我們看到的是 男子頓鍵團體的對決 由俄羅斯對上日本喔 那最後呢 是由日本隊以45比38的分數拿下了金牌 那在賽後訪問的時候呢 松山公主表示喔 世大運並不是他的最後的目標 他放眼東京奧運可以在家鄉拿下金牌 我們也祝他成功 掰掰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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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